南海稳不稳 关键要看菲律宾是向东还是向西 在南海周边国家当中 菲律宾的身份比较特别 它基于中国存在领海领导争端 也是美国在亚太的重要军事盟友 而且近几十年来 外交政策呼东呼西 很有些摇摆不定 前些年的南海闹剧 就是由美国在背后推动 菲律宾打头阵 越南、马来西亚等国跟风挑逝 制造了一场地区安全风波 当时计划中非黄岩岛争端的 就是菲律宾的前总统阿基诺三世 他在任时 接受了美国的挑动与日本的资金支持 挑起了黄岩岛争端和南海仲彩案 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仅彻底丢了黄岩岛 还落了个被美国抛弃 黯然下台的结局 接替阿基诺的杜特尔特 吸取了前任教训 所以他上任后 积极修复中非关系 并且多次炮轰美国 直接拒绝了美国的拉拢 对于杜特尔特这样一位 敢说敢做的刺头 美国也是无可奈何 只要他再任一天 美国就搅不动南海局势 所以美国是迫切希望他早日下台 以便换上一位亲美的总统 但随着今年五月 菲律宾大选落下帷幕 美国却越来越绝望了 因为拜登登来的 并不是一个像阿基诺一样的亲密伙伴 而是一个比杜特尔特 更加难对付的复仇者 因为这个人和美国 有着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 这个人就是菲律宾前总统 马克思的儿子 作为菲律宾的著名政治人物 小马克思出生于显赫的政商世家 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孩子 从小住在总统府 他亲眼见证了父亲政治生涯的大起大落 如今终于在老派支持者和菲律宾新生涯的大力支持下 创纪录地成为了菲律宾 36年以来 第一个在大选中以绝对优势当选的总统 小马克思出生于1957年 他的父亲老马克思 在菲律宾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 他在年轻时曾以谋杀父亲的政敌而入狱 二战中曾被日军俘虏 后来成为了菲律宾的抗日领袖 有抗日英雄之称 二战结束后 麦克阿瑟任命他为北吕宋巴胜的行政长官 并授予他上校军衔 1965年 老马克思当选总统后 掌管菲律宾二十多年 让国家经济实力飞速提升 但也因为严苛的执政风格 给政治对手留下了可乘之机 1983年 老马克思的政治对手阿基诺二十 从美国返回菲律宾时 在马尼拉机场被刺失望 老马克思因此被怀疑为幕后指使 遭到了政治攻击 虽然他在1986年的大选中 依然成功当选 但以阿基诺夫人为首的反对党 却以旋机舞弊为由 煽动数百万人的抗议游行 爆发了人民力量革命 老马克思采取铁腕手段镇压 最终引发了兵变 为避免内战发生 美国里根政府撤回了 对老马克思的支持 并强迫一家人转移到夏威夷 开启的流亡生活 1989年 老马克思不幸克死他乡 弥留之际 唯一手在病榻前的 就是儿子小马克思 在小马克思看来 当年自己的父亲被赶下台 以致克死他乡 都是因为美国的操弄 他曾经说过 如果不是美国插手 政变就不会发生 其实美国当时为菲律宾这场政变 提供了资金支持 还有一些美国军人直接参与了指挥 老马斯克离世后 他的家人才被允许重返故土 回国后 小马斯克一直希望能为家族翻案 重塑家族的声望和政治地位 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 小马斯克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如今上演了一出王子复仇记 其实小马斯克的经历 跟韩国前总统朴景慧颇为相似 朴景慧幼年的时候就住在青马台生活 他的父亲朴正熙 做了近20年的韩国总统 只不过后来朴正熙的结局 要比老马克思悲惨的多了 经过了若干年之后 朴景慧重新入主青马台 当选了韩国总统 实际上 东南亚的很多国家 是非常讲究家族政治的经常性的 当老一代政治领导人退休事后 他们的子女甚至是孙辈 就成长为新一代的政治领导人 韩国 泰国 菲律宾是这样 柬埔寨 新加坡也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老马克思虽然身经政变 总统位置被人剥夺 自己流往海外 克死异国 但是马克思家族在菲律宾北部的政治势力 还是非常强大的 在家族势力的影响下 重返菲律宾第二年 小马克思就当选为北伊罗格省的众议员 1998年出任省长 连任到2007年又当上了国会议员 并于2010年基深国会的参议院 他曾在2006年的大选中 决赎过副总统职位 虽然最终成绩败北 但普遍被认为 这是他为6年后冲击总统职位的一次预言 2021年10月 小马克思语意丰满 正式宣布参加总统竞选 这里大家要知道 菲律宾政治就是家族政治 每个家族王朝在洋洋洒洒 书写家族故事的同时 也为后代留下了顾可磨灭的家族印记 这其中就是有好有坏 老马克思在总统任上 菲律宾的工业农业和教育都得到了发展 但是由于他的贪污和独裁 导致了民众大规模抗议 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于是在这次参选过程中 小马克思将自己塑造成了弥合分裂的人 并把父亲执政时期 打造成菲律宾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还一直在淡化父亲统治时期的丑闻 反对贪污腐败的指控 菲律宾是一个社交媒体大国 国民社交媒体使用时长排名世界第一 全国1.1人口当中 有80%有社交媒体账号 小马克思则非常熟悉社交媒体的套路 他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 累计超过有800万的粉丝关注 深得年轻选民的心 尽管老马克思毁于参半 其政治遗产更长期受到西方舆论的大肆裹黑 但是马克思家族在菲律宾国内 不乏铁杆支持者 时至今日仍若不少老一辈的菲律宾人 对马克思执政时的黄金时代念念不忘 同时菲律宾年轻一代已经进入了投票年龄 他们对老马克思时代的历史知识甚少 不宜受境外宣传蛊过 除此之外 小马克思还有一大助力 那就是杜特尔特的大女儿萨拉 她参加了此次副总统的大选 两位总统二代成了竞选搭档 他俩的结合也象征着 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的强强联合 在以上这些因素的综合作业下 小马克思才会顺利的摘下 菲律宾权力的贵官 小马克思有着四分之一的华人血统 祖父是来自福建的蔡姓华人 因家族与美国方面存在恩怨 所以小马克思对美国并没有什么太多好感 虽然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到西方留学 先后就读于英国的牛津大学和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但他对中国就更有好感 1975年6月 老马克思总统些家人首次访华 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近 开启了中非的正式建交历史 受家庭影响 小马克思也一时将中国视作朋友 他说他的父亲推动两国于1975年建交 是正确的选择 后来在1983年中非建交十周年之际 小马克思率领菲律宾青年官员 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实践的外交访问 在杜特尔特执政时期 菲律宾具有强烈的清华反美色彩 一扫中非黄烟岛争端 与南海仲裁案给两国关系带来的阴霾 使中非关系变得更加友好和紧密 但与美国的关系 却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虽然美非两国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军事合作 但这并不能阻碍政治关系变等 在杜特尔特执政的六年时间内 竟然从未出访过华盛顿 在国际上不止一次的公开批评过美国政策 一点不留情面 并且不愿意对美国卑躬屈膝 美国也公开表示并不喜欢杜特尔特这个人 小马克思在国内政坛备受杜特尔特的器重 将其视为自己的接班人 对于中国 他的态度基本与杜特尔特是一致的 他曾公开支持杜特尔特的外交策略 并称前阿京的三世政府 有偏见的对待中国是十分错误的行为 他还说很多菲律宾人都有中国血统 对中国有偏见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所以小马克思政府上台之后 中非关系有望进一步升温 而对于美国 从小马克思的角度来看 跟美国走得太近 并不会给菲律宾民众带来实际利益 且美国政府多次背叛马克思家族 在现如今的政治格局背景下 站队对菲律宾来说并不是什么好选择 因此无论是个人意愿还是国家利益来看 小马克思很难如西方所愿 美非关系很大概率会继续维持现状 当然了话说回来 打铁还得自身应 无论外部情况如何变化 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才是第一要务 只有自身强大了 朋友也就自然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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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铁连打 打铁连 转别把自己的地方 进行 进行 这点 处理 老公 爹 为 此 我